關於XO醬的起源 還說紛紜 甚至乎關於它的靈感來源 都有不同的說法 有人說XO醬的初型 是來自於馬來西亞的馬來棧 但是大部分的潮州菜師傅 就會認為XO醬的靈感來源 是來自於潮州的辣椒醬 今天我們找了被公認為 潮州菜專家的許美德師傅 和他的朋友一起了解一下 那辣椒油其實就是 香港的潮州魚蛋粉店 師傅剷出來給客人 初初是自己吃的 後期就給客人吃 以前的材料很簡單 辣椒、蒜頭 再加一點就是什麼呢 加些鹽下去 後期一路演變的時候 就加些公蔥頭、蝦醬 令它的味道更和、更出、更香 潮州辣椒油不是和人們斗辣的 潮州辣椒油是和人們斗辣的 潮州辣椒油是和人們斗辣的 如果普遍來說一般都不是太吃得辣的 大多數都是吃原味 所有材料都是吃原味 吃清新嫩多些 我是黃春明 我做了潮州辣椒 都四十多年了 初初我都不喜歡吃辣椒油 吃了魚蛋粉 當然是差一點 加點辣椒油的味道真的比較好 從小時候開始吃 都喜歡用辣椒油 就吃到現在了 可能一匙去可粉 跟著做一匙匙 點一些魚蛋和魚片 它真的香很多 而且我每年湯都喝了 所以是駝不離青 駝不離駝 吃魚蛋粉一定要配辣椒油 當然時而世逆 現在這個潮州辣椒油的文化 都已經帶回到潮州地區了 大家的債族模式是同一個基因 因為潮州辣椒油的演變 剛才我都說過 有最簡單的辣椒 加一點蒜頭 加一點鹽 深溶的東西組合 慢慢一路演變 後期就會加一些公蔥頭 加溶蔥 蝦子 公瑤柱 金華火腿 慢慢一路加下去 就變成一個更加美味 更加提升版的潮州辣椒油 那麼好吃 叫它做什麼名字 那就SO醬 SO醬的英勇 就比潮州辣椒油 然後再廣闊一點 可以夾一夾一夾 做小食之外 其實用來炒菜都很好吃 爆炒牛肉 用來爆炒蝦球 用來炒回心鮮 加了一些SO醬 都是令到那頂菜提升味道 更加有香辣和鮮味 潮州人是很專注的 當每一個產品做成功之後 絕大多數都是把它保留和傳承下去 很少由床中再截外生枝 再演變其他菜式 這個是潮州菜 或者潮州人的習慣 希望能夠可以成全下去 如果你說 SO醬和潮州辣椒油 是香港地道的醬料 我絕對沒有意見 如果你說 能夠將這兩用東西 加入了非物質文化為產的話 我更加舉腳贊成 沒錯